她们的名字分别是 真可爱 真帅气 真有才华 欢迎曾志伟 曾宝云 曾国祥 大家好 我们是 山珍海卫 跟大家解释一下 是因为刚刚在后台一九公正人说 山珍的山珍的 她会姓真的呢 所以呢 我们三人就多了一个组合的名字叫 山珍海卫 有点土 不好意思 哈宝 你知道大卫为什么请我们山珍海卫来颁这个奖吗 我是那说 因为我们三人跟金马奖的渊源都很深 你看我们两个曾经分别主持过两届的金马奖 所以这你随成熟 像自己家一样 而且在十八年前 你曾经得过这家南太小奖 今年又入围了 可惜 好了 又在山珍里面傻眼了 但我跟你说 其实今天我们两个不是主角 主角在那边 哎呦不得了 这下导演 厉害了 哇 林子还排在我们前面 是是是 我们要对他尊敬一点 真是 水鬼生成王 那朱导演说的就是 逮竹出豪选 真是乌鸦嘴 你是我告诉你 后来我知道 为什么要找我们三个来颁奖 为什么 因为既然从你来了 你没机会上台不好 所以让你来颁颁奖 那找我来颁奖呢 原来 拿不到奖 要你上台 你看 林雪有没有拿奖 没有 拉豆有没有拿奖 没有 当然 所以你呀 那你的意思是许冠文先生 我以前 算命了 班冰冰啊 更不可能了 我刚刚还问了冯小刚 我说导演 再会你回来 班冰冰 我会啊 哎呦 对不起 开玩笑了 开玩笑了 这就是开玩笑 大家都还是有希望的 那可是你的意思是 曾国强 现在 你希望吧 好了 算上台就好了 有什么话 在现在把它讲完了 我有很多人要改 现在我现在说 我要感谢陈导 陈可欣 跟着开玩笑了 没有那么想起了 其实早上我跟他会通过电话 是 他说增加 岂能有一个拿奖 我说我拿过了 没关系 给我儿子吧 这个真的是开玩笑的 平生点东旅的 开玩笑的 开玩笑的 不要乱讲话 呃呃呃 我们俩是不是讲太多了 应该让 可能未来的最佳导演 真我想多讲两句吧 没有上过这么大的台 好好讲啊 没有上过来的 没有上过来的 没有上过来的